所以普通的游戏玩家要想在如今的市场中购买到一张原价显卡 那无疑比登天还难 而这一切的原因都是由于NVIDIA和AMD两家独大所造成的 但好在目前英特尔业已入居显卡领域 势必会分走一倍根 而最近的国产GPU厂商也是卯足了干劲 近日金家威已经正式宣布 旗下新一代的图形处理芯片已经完成流片封装等阶段的工作 并且性能也有了质的飞跃 至于详细情况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不得不承认目前除了虚拟货币的持续高涨以外 资本的介入外加行业的垄断 让本就动荡不堪的显卡市场变得愈发混乱 而这对于国人而言要想缓解这种情况 那就好比此前的内存条一样 必须得是自身硬才能要感知 所以一款国产显卡对于我们来说可谓是意义重的 但其实早在2014年作为国产GPU的领军企业 金家威就流片成功了旗下首款全字眼的图像处理芯片 GM5400 但由于其今采用了65nm的CMOS工艺 配合了1G的DDR3显存 以及不超过6W的功耗 而整体性能甚至不及NVIDIA的入门级GPU GeForce 3050M 更何况GM5400的定位也仅限于有高可靠性要求的图形生成以及显示领域 比如机载、舰载、车载环境下的图像输出等 所以它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 但在经历过4年的发展之后 于2018年8月成功研发的第二代图形处理芯片 GM7200和GM72011 就达成了更为先进且适用更为广泛的应用领域 基于此,景佳卫还推出了两款国产高性能显卡 MX4显卡和PCIe显卡 目前已被国内客户广泛使用 然而这并不是全部 目前景佳卫已经正式宣布 其家第三代图形处理器芯片GM9系列 已经完成流片和封装阶段工作 并有望实现此前的性能预告 而在具体的规格参数方面 GM9系列预计拥有两个型号 分别为GM9231和GM9271 其中GM9231面向与主流产品 配备有带宽为256GB每秒的GDDR5显存 显存容量为8GB 核心频率不低1500MHz 并支持PCIe 3.0x16接口 以及提供4K60fps的视频解码等 整卡的功耗大约在150W左右 但在性能方面 其拥有高达2000G浮点的浮点性能 整体与NVIDIA的GTX1050显卡相近 而这还仅仅是主流产品 至于旗舰级的GM9271 此配备有带宽为512GB每秒的16GB显存 但规格升级至了HBM显存 并支持PCIe 4.0x16接口 同时核心频率也不低1800MHz 仍可提供4K60fps的视频解码 而整卡的功耗也来到了200W左右 在性能方面 其的浮点性能已经高达8000G浮点 甚至于目前AVIDIA10系旗舰GTX1080不相上下 看得出来 这的确是国产显卡的一大跨步 然而目前来看由于GM9231和GM9271两款芯片 最近才完成流片和封章阶段 所以实际的性能表现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从预告的性能来看 BGM GTX1080显卡的水平 完全足可以让夜间欢呼 至于作为游戏玩家的我们 是否能用上这张显卡呢 就得看景佳威后续的更新计划了 在无论是此前的天数至新Big Island的国产GPU 还是现在的景佳威GM9突新处的芯片 它们的出现已经意味着我们掌握了核心科技 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而这对于芯片国产化 以及打破行业冷断而言 都具有划期待的意义 所以就让我们一起期待着干翻仓球的那一天吧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一些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ate强 我们下期再见